镜头拉回国内带你来看高雄县美农镇 在昨天傍晚四点多竟然下起了冰雹 追明当时听到铁皮屋顶上 怎么会有这种叮叮咚咚的敲打声 因此赶紧跑出来查看 就看到地上都是这样一颗颗 五元硬币大小的白色结晶 间隙期画面清楚看到 一颗颗五元硬币大小的白色结晶体 伴随大雨从天而降 高雄县的美农镇 傍晚突然下起冰雹 冰雹打在民众铁皮屋顶 叮叮咚咚的敲打声 吓得民众赶紧夺门而出 突然感觉到那个屋顶啊 都平临漂亮的 然后出去之后就 都一颗一颗的小冰块 是有点像世界末日一样 一下子就黑暗起来了 然后那个风蛮大雨蛮大的 然后就是比一般的台风的天气 更恐怖一点 从来没看过冰雹 有民众赶紧拿相机拍照留言 把一颗颗白色冰雹 放在手掌心上仔细看个够 但马路上的机车骑士 却被冰雹打到 痛得哇哇大叫 那个骑摩托车的啦 他说好痛啊好痛啊 因为那个下下来 哭哭哭哭的手砸到会蛮痛的啦 冰雹足足下了二十几分钟 不止机车骑士被打到全身痛 很多民众的铁皮屋顶也被打凹 还有部分往事植物也受到损害 天气异象 真的是让美农居民又惊喜又害怕 中天新闻基金环包经营 高雄报道 中天新闻基金环包经营